为何大家会对于朱芳宇的人品存在争议?人们对于朱芳宇的人品确实有争议,主要是因前妻在社交媒体上,指出她婚内出轨,而朱芳宇也没有否认,还有就是她的很多不当言行也让球迷很反感,所以就更加认为她的人品不好,她人品怎么样我们不清楚,只能通过她做过的事来分析,前妻表示朱芳宇婚内出轨,朱芳宇没有否认, 2012年中国南南在海南集训,有记者爆出了朱芳宇和一个女子在水里嬉戏的照片,当时她还没有离婚,而这个女子并不是她的妻子,随后在2013年,朱芳宇的妻子在社交媒体上,发布了她和朱芳宇离婚的消息曾经原谅她,但她总是记性不好,离婚后不会做朋友,也不会和好,随后她又在社交媒体上,表达, 找老公不能着臭的,这是暗示朱芳宇花心,毕竟朱芳宇帅不帅大家看在眼里,而朱芳宇也表示犯的错是真的,但是爱也是真的,她是想说出轨是因为遇到真爱了,还是曾经爱过妻子,咱们就不知道了,朱芳宇, 我抽烟喝酒还是场均20分,是我太牛逼还是你们太怂,出轨事件以后,朱芳宇又突然发了一条这样的消息,据了解这是她回到老家以后喝酒喝得比较嗨,身边又有很多朋友奉承她,于是就膨胀了,后来她解释是朋友用她手机发的, 这可以理解,她只能这个说啊,难道要承认吗?这个是以后朱芳宇名声到了罪,逼捕,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,原则上不可以抽烟喝酒,你没有原则球你管不了,你还鄙视运动员和球迷是什么意思,你打球好,就可以随便瞧不起人吗? 那詹姆斯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,她十几年没吃猪肉,就为了保持身材,我也从来没见过老詹瞧不起过任何一个运动员,这个是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朱芳宇的推移也不了了之了,不过喜欢她的人确实是少了很多,朱芳宇如今是广东南兰的领导,希望她能做好引员工作,提高专业水准,帮助广东队拿冠军, 阿联年纪也不小了,就算为了阿联吧,人品好不好球迷不关心,希望朱芳宇把本职工作做好。